日籍女星艾莎12日传出与演员老公周明斧,豆腐,离婚,震惊演艺圈 艾莎下午打破沉默,在脸书贴文很抱歉曾经祝福我结婚的每一位朋友 还说没有想过我的婚姻理念有不忠诚,字字句句看了令人不舍 而男方则透过经纪公司表达歉意,没有让艾莎快乐我很自责,对女方说法完全尊重 因为发觉老公出轨,艾莎12日在好友黄小柔与六月夫妻党的陪同下 与周明斧一前一后到护镇事务所办离婚 这段2016年修成正果的台日情缘,在2019年初画下据点 傍晚五点多,艾莎在脸书贴文 很抱歉曾经祝福我结婚的每一位朋友 我跟周明斧正式离婚了,我跟他相识五年多的日子 我一直都相信只要两个人相爱能克服所有一切 没有想过我的婚姻里面有不忠诚 他并感谢家人与好友在难过时候给予陪伴 以及经纪公司的包容与体谅 真的很抱歉让你们失望及担心了 我会努力过好每一天找回爱笑的艾莎贴文 仅一小时多,已经有超过千则留言 几乎都在鼓励艾莎,给予安慰 并说他不需要道歉,真正该道歉的是出轨的人 周明斧则透过经纪公司表达歉意 对于这件事情的结果我觉得非常遗憾及抱歉 在这段婚姻中没有让艾莎快乐我很自责 对于女方的说法我完全尊重 不好意思让大家担心了 事实上,早在2017年 艾莎曾与老公一起上节目谈新婚夫妻的沟通与相处 录影时就隐约透露双方存在着极大差异 例如艾莎抱怨老公从不订餐厅 外出吃饭经常遇到客满 或连跑起家都工修 周明斧则说艾莎讲话太直 刚交往时,会吃到一半告诉他我不喜欢吃这个 让他找餐厅的好意大受打击 艾莎也抱怨说老公太爱打电丸 甚至为了电丸可以不接电话 如果我真的出意外怎么办 周明斧则说每次要出门 艾莎总会拖上一段时间 例如找手机、换衣服等等 结果自己一直空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